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各位同学 并且从气质 性格 两个方面对它做了一个具体的介绍 那么自我意识 它也被认为是人格非常重要的组成成分 所以我们把它作为一个专题来讲一下 我们这个专题很简单 主要就涉及两个方面 一 它的含义 也就是我们今天探讨的究竟是什么 第二 它的一个理论 也就是我们自我意识有哪些东西构成 它是怎么形成的等等 首先要去理解自我意识这么一个概念 我们要去对我们意识一词 它做一个粗浅的了解 在心理学里面意识这一词 它用的是很广泛的 它可以是一个人 他是否存在知觉 是否处于清醒状态 比如讲 一个人很不幸发生了车祸 医生可能会讲 它意识很清醒 意识它还可以是一种很大的一个概念 它与哲学里面的精神 几乎是对等的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会讲意识学科 意识学科 往往讲的就是这么一个含义 那么除此以外呢 还可能讲的是我们能够用语言报告出来的 有关于我们的一个身心方面的内容 比如讲有些东西在我们的意识层面 有些东西不在 那么当一个东西它不在我们的意识层面的时候 你就无法用语言报告出来 这个时候呢 它是这么意思 是你能不能够用言语报告 它还可以更狭言 就是此时此刻你能不能够感觉到它的存在 这有点像我们的潜意识的概念 潜进的潜 那么在我们的这本书里面 它的概念 其实类似于什么呢 类似于我们的一个精神那一块 所以呢 尽管自我意识这个词可以是 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觉知 注意 也可以是整个自我 但是我们这本书上 它讲的其实就是自我 讲的就是自我 因此它是个体对自己身心状况 自己跟周人世界的关系的认知 还帮我情感以及由此产生意象 不仅仅是自己的一个觉知和注意 那这点大家首先要去理解一下 那么自我意识呢 简单的讲一下很明显 它是我们意识活动当中的一种形式 这个不用去解释 对吧 那么自我意识它的一个根本性的特点是什么呢 它是我们人 它在心里区别于动物心里的一个基本标志 徐子曾经说过 水火有气而无声 草木有声而无知 情受有知而无意 只有人有声有知且有意 最为天下贵 也就是说我们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 我们人之所以高贵于动物 就在于我们有自我 我们有自我意识 那么最后呢 当然自我意识 它也是我们个性组成的一个重要部分 因为正是这么一个东西 它可以很好地去体现我们个别 个性的一个特色 可以体现我们的一个区别于人的一个东西 关于它的一个理解 关于它的一个理解 我们就讲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自我意识的结构 也就是它有怎样的一个层面的一个划分 大家学英语都知道 英语呢 在讲到我的时候有密有阿 其实往往语言它反映的 很多时候就是我们的一个事实 很多时候我们的自我意识 恰好就有主我和客人 主我是什么呢 主我就是你很多时候你感觉到你内心 有那么一个小人 他在思考 他在观察 他在想象 你可以跟内心的另外一部分说话 这个时候在起左右的那个我 就是主我 因此主我的活动 它可以有自我认知 也就是你去观察自己 评价自己 对自己形成一个概念 对自己形成一个形象 注意自己等等等等 这些活动都是自我认知它的一个部分 也是主我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能 但是主我它不会局限于此 我们还会感到羞愧 做了一些事情会感到羞愧 我们做成功的一些事情会感到自豪 那很危险 主我它还有其然的气点 因此 主我的一个另外一个重要成本 就是自我体验 你自己对自己的情绪 体验自己感到满意 感到自豪 感到羞愧 感到慰疚 等等等等 那么 除此之外呢 自我还会有行动 也就是说你对你自己 会有些行为行动 比如讲很多女同胞出门的时候要化妆 男同胞也要整事一下自己的容颜 那么 我们很多时候 怎么样呢 参加一个最大的活动 我们可能要去 买套新衣服 等等的 这就是自我行动当中一部分 叫自我整事 是 还有很多时候 还有很多时候 我们 会把我们真实的一个情感 信息 告诉别人 透露给别人 这就是自我报复 这就是自我报复 比如讲 你在你的好朋友面前 嚎啕大跪场 这就是自我报复 那么 比如讲 你跟一个陌生人讲 我叫什么名字 我在哪里工作 等等 这也是自我报复 顺便多讲一句 自我报复 很多时候 它是人际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 当你要跟别人的关系 有所进展的时候 你就需要一定程度的自我报复 你不相信 你在一个人面前嚎啕大跪场 你们的关系就会变得很紧密 当然我们讲 自我报复 它是恰当的 你们对一个陌生人讲 这就是我电话号码 这就是我身份证号码 不行 好 那么自我行动 除了自我报复以外 还有比如讲自我蒙骗 对吧 比如讲我在出门的时候 明明觉得自己 不是明明觉得 是不知不觉 我觉得自己身材很好 但其实可能 已经不露法眼了 不露你们的法眼 是吧 所以这就是自我蒙骗 很多时候呢 我们为了避免一些 对自己的一些负面的东西 我们会欺骗自己 这些都是自我蒙蔽的一些活动 所以呢它都属于自我意志和行为的东西 好 这是主我 它的一个成分 我们基本上是从知、情、意 这么三个角度去看看它 那么科罗呢 科罗罗就是被观察的 被了解的、被注视的、被评价的那个我 曾经呢 曾经呢 詹姆斯 他认为 那个被观察、被注意、被评价的那个我 有四个我 当然 现在很多学者他认为只有三个我 就是把物质我拿掉了 我们 这里还是以詹姆斯的观念来讲 被观察的那个我 它可以是一些物质的 比如讲 这个手机 为什么不是觉得是你们的 而是我的 很明显有些时候物质 它也是我的一部分 所以 比如讲 一个人在一个灾难里面 他可能 没有损失掉金钱 没有损失掉 他的一个亲人 但是 他可能丢掉了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 物品 他可能也会陷入他的一个疾病状态 所以物质有些时候它也是我的一部分 当然除此以外 那就是生理我或者身体我 也就是说 我们的自己的一个身体 它构成了客我的一部分 有研究发现 我们现在的大学生对自己的身体我 都不太满意 他的满意率不到30% 那么 其实很多时候呢 值得去反思 是我们的身材 真的 这么不好吗 不是 可能是宣传 他过分的强调完美身材的一个结果 因此现在 我们的一个媒体发达 也不是好事情 在古代我们也许对自己的身体 会更满意一些 好那么除了身体我之外 那么就是心理我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很多时候会对自己的 记忆力 我们的品性 我们的思维力 我们的决断力 等等 去做一个评价 那么那个时候被评价的部分 就被称为是 心理我 有些时候也叫精神我 也叫精神我 当然 再除此之外呢 我们 还会讲 我是谁的哥哥 我是谁的姐姐 我是谁的同学 我是谁的老师 我是谁的子女等等 这些东西它也是我们的一部分 那么这一部分它就是社会 这么四个我呢 我们如果有任何一部分的上师 我们可能内心都会受到影响 可我的另外一个 分类角度 可以把它分成 现在我 理想我 和投射我 现在我是什么呢 现在我是 你现在认识到的 你那个真实的自己 最不完全是真正的 你的那个真实的部分 只是你认识到的 懂了吗 所以它有些时候也叫认知我 也就是说 你认为你自己现在怎么样 它就是现在我 还有一个部分就是理想我 就是我们想成为的 那个我 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内心的冲突 我们对自己的一个接纳程度 其实就取决于 现在我 与理想我之间的一个距离 有些时候 有些时候 理想我太远 可能我们对自己的一个接纳程度 就会比较低 当然如果理想我太近 你可能就会无所求 也就是不求上进 所以呢它应该有一个恰当的一个距离 应该有一个恰当的距离 除了理想我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我 就是投射我 什么是投射我呢 就是我们 我们从别人眼中看到的那个自己 就像唐代诸人讲的 以能为尽 我们从那个尽子里面看到那个自己 他是投射我 往往现在我和投射我之间的一个距离 他会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 会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 有些时候 你自己其实可能在人际关系当中做的变不好 但是你从别人眼中看到的那个自己 你如果看到的事全部是好的 那么你可能就不会去努力了 但其实可能很多人对你 是有所隐瞒的 是有所隐瞒的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去 想方法 来获得一个恰当的 投射我 曾经有一个人 他是一个检草姑娘 他就打一个匿名电话给他的主人 他讲我是一个很厉害的检草姑娘 我的薪资要求很低 你要不要聘请我 那么这个时候呢很明显如果他自己做的好 他的主人就会讲对不起我已经有检草姑娘了 是不是 如果他做的不好 那么他主人可能会重新考虑换一个检草姑娘 很多时候呢我们要过得一个恰当的投射我 可能是需要一定的方法 好 这是这么一个关系 总而言之 我们的一个我 可以分为主体我 客体我 主体我呢一般又可以分为认知 自我认知 自我体验 自我意志和行为 而客我呢 可以分为物质我 身体我 心理我 社会我 也可以分为现在我 理想我 和投射我 那么从这里来看 我们会发现 自我意识 它有个很鲜明的特征 那就是它的内容非常的多重 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对它 有不同的划分 甚至有人还从一个世俗 与非世俗的角度 把我们的我 划分成世俗的 和非世俗的 其实 当然我们还有很多 划分方式 我们中国呢有些时候 还会讲大我 小我 是不是 会讲大我和小我 那个呢 其实在西方的 超个体心理学 已经有研究了 有同学有兴趣 可以去看一下 所以呢 我们自我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 就是它的一个 内容的多重性 它具有诸多的一个深层的本质 好 那么我们接着来讲自我意识的特征 自我 它除了一个内容非常的多层 多重以外 它的另外一个特征就是它的独特性 我们的每一个自己 都是不相同的 都是独特的 独一无二的 就像有一个责任奖 世界上没有两篇相同的树叶一样 这个大家都能够理解 在这里我想跟大家探讨的一个问题是 独特性它有什么价值 我们从一个群体的角度来讲 我们看整个人类 当每一个课题都是独特的 那么这个课题可能就类似于这个群体的一个分身 它在代表群体走一条不同于任何人的道路 那么它的道路就为这个群体的生存 对这个群体它的一个适应力在一起的固结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讲 我们在任何时候 任何地方我们都会有个基本的价值 那就是我们的独特性 因此我们很多时候 只要记住这一点 我们永远就不会对我们的生活 失去信心 因为我们任何时候都有一个价值 就是它的独特性 那么自我 它另外一个特性是什么 就是它发展的一个矛盾性 也就是说 在自我的发展过程当中 它与心理的其他发展是非常相似的 它一直是一些矛盾 推动着它的发展 其中最点击的一个矛盾 就是理想我和现在我们的矛盾 它一个之间的冲突 协调 恰恰就推动着我们的一个自我的发展 所以我们刚才也讲过 我们的理想我和现在我 它是需要维持一定距离的 并不是他们的距离为灵就是好的 因为当它为灵的时候 我们的矛盾性就体现不出来 那么我们也就不再成长了 也就不再成长了 最后 那么我们的一个自我 它还具有一个整体的形象性 也就是说 自我有一个非常鲜活鲜明的特点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每个人内心 都会有一幅 关于自己的完整而统一的画像 而这个画像 它对我们的活动 对我们对自己的评价 影响是很大 我们往往就是按着 心中的这幅画像在生活 在努力 所以 有人 曾经确定 我们如果要感应自己 怎么办 先给自己重新画一幅 清晰 明确 细致的画像 然后每天在你睡觉的时候 想像这幅画像 二十分钟 只要你坚持二十一天 你就发现你自己突然就不一样 所以 我们很多时候呢 要去改变自己 就可以从这幅画像 开始 你们也可以去反思一下自己 我们对自己的画像是积极的吗 是清晰的吗 如果不是 可以把它修正成积极的 可以把它修补成清晰的 那么你的自我就变得更加的完美 好 这是自我的四个特征 我们就讲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来谈一谈 自我意识的一些理论 也就是我们自我是怎么形成的 我们自我的发展会有哪些阶段 这就是这些自我意识的一些理论 它需要解决的问题 阿里克森他的一个自我理论 有些时候也被认为是一个整个人格的理论 但是它其实就是一个关于自我发展的理论 阿里克森他也是精神分析学派的一个学者 但是呢他们的观点 与弗雷德已经有一定的区别了 阿里克森论文呢 我们的人生的自我发展 可以分为八个阶段 每个阶段他都 因为所处的阶段 要完成的任务不同 有所不同 也就是说我们每个阶段都会有个任务 有一对矛盾 需要去解决 当我们把这个阶段的矛盾 任务顺利的解决 顺利的完成以后 人的自我发展就是顺利的 否则 它可能就会影响甚至 迟滞 我们后面矛盾的解决 除了影响自我的发展 并在我们的人格发展当中呢 形成特殊的问题 那么我们分别来看 我们八个阶段分别是什么呢 一开始我们刚出生的时候 我们没有任何力量 我们非常的弱小 因此我们需要解决的一个矛盾就是 我能相信这个世界吗 所以它的基本任务是 获得基本的性能感 而去克服不性能感 这个地方大概是 从你出生到一岁半的样子 如果我们获得了基本性能 那么我们的发展就是良好的 我们的这个阶段就是良好度过的 那么怎样才能够过得基本的信任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需要 与外界它的一个 相保持一致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在复养小孩的时候 要注意这一点 到了第二个阶段 也就是我们一岁半 到你读幼儿园之前 大概是这么一阶段 就是十八个月到三到四岁 我们一出生的时候呢 怎么样呢 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我们一切都亲大人的摆布 大人把一个 毛巾裹着我们 那么我们就一动不能动 但是后来他不会甘心于此 因为他的各个方面的发展 已经让他已经有能力可以自主活动 因此接下来的这个阶段 他就是要去获得自主感 他不想 还是像以前一样被完全的摆布 因此呢他要去获得自主感 避免我们的怀疑感和羞耻感 当然如果这个阶段他没有安全的度过 他可能就会形成怀疑感和羞耻感 他可能是要去获得自主感 对 不是要去获得自主感 就是要去获得自主感 就是要去获得自主感 他不喜欢被摆布 但是呢 在第二个节目和第二个节目 我们的小孩 他基本上还是怎么样 被动 他要么是完全被我们的大人安排 他即使可能会想做一些 即使去做一些事情可能也是大人教 你去做这个 但是呢 到第三个阶段 可能就不一样了 小孩子还开始要去努力的 获得一种主动感 他要自己去 做一些事情 有些人想为什么是四到五岁呢 为什么是四到五岁 因为这个时候 他们的自我基本上已经形成 大概在三岁的样子 我们的小孩有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就是他会用我这个词汇 等他有我这个智慧的时候 他就慢慢的会获得主动感 我要去做 在三岁以前 一般他讲到我的时候 不是我 我要吃饭怎么讲 宝宝 饭饭饭 宝宝 等等 我要做凳子 他讲的是别人 看到没有 宝宝 等等 但是到了那以后 他开始讲我了 所以呢 这个阶段 他开始要去获得一种主动感 而克服内疚感 好 然后六到十一二岁 也就是我们大概读小学的那么一个阶段 这个阶段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改变是什么呢 社会开始对我们有任务 这个任务就是要去学习 这就是社会义务 所以这个时候他要努力获得的东西就是 钱分感 所以让他觉得他能够胜得社会的一个义务 当然如果他没有成功 最终他就会形成自卑感 他觉得自己完成不了社会给他安排的任务 大家也可以去回想一下自己 你们什么时候觉得自己很有力量 大概就是读小学的时候 你可以做得很好 然后发现大人都在夸你 好 到了十一二岁 十七八岁这个阶段 也就是我们中学阶段 这个时候我们有什么大的一个改变呢 就是我们的身体的成长非常的迅速 当时心里的成长还没有那么快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危机 爱里克斯人叫他叫同一性危机 你突然发现自己长这么大你会想 现在的我 是以前的我 因为发展太快了太突然了 你一下适应不了 你说以前的我 怎么发展才成了我们现在的我 好了 我们甚至有些时候还会认为 怎么样呢 我们现在的我和以前的我 它是完全的两个我 它是脱钩的 所以它会有危机 会有同一性的混乱 那么这里简单的讲一下 所谓的同一性 它指的就是社会与个体的一个统一 也指的是我们的一个 个体它的一个主客体的统一 比如讲他的心理和身体 他们的一个统一 还有就是历史任务与主观愿望的统一 什么意思 青少年他发展到这个阶段 因为他身体突然长得很大 他就认为自己可以做的事情 肯定也很多 但其实在他们的年龄范围内 很多事情还是他们做不了的 他能不能意识到这一点 意识不到这一点 往往就会有混乱 还有呢 就是过去 现在和将来 他的一个行为意识的一个统一 这个好理解 就是以前的我 是不是发展成了现在的我 或者反过来讲 现在的我是不是由以前的我发展而来的 如果这方面都不能统一起来 就会混乱 因此青春期他是问题很多的一个年龄阶段 那么到了高中以后 一直到三十岁 也就是十七八岁到三十岁的样子 这个时候呢 他的一个任务就是要去建立家庭 获得亲密感 来避免孤独感 也就是说 在这个阶段 就要去完成我们的一个亲密感的建立 那么有同学可能就找到了一个心理学的依据 我现在就要去谈恋爱 不一定 大家看他的下限在哪里 三十岁以后还来得及 当然过了三十岁以后呢 那么我们在亲密感的解决可能就会有问题 所以因为我的一个老师他就会讲他自己的经历 就他早上跟他的女朋友啊 非常想去接规 非常想去 当时呢 当时呢 在他那个阶段刚好有时间耽误了 他发现过了三十岁以后 那种夫妇没有 他觉得无所谓 所以 大家以后的生活中 等你成 等你毕业以后 如果你觉得 有那种冲动了 就可以考虑 当然这个阶段如果他不成功 他就可能会导致孤独感 他后面再跟别人接触 跟别人建立家庭 可能他比 十七八岁到三十岁 建立家庭 他的亲密感 他的获得就要困在一起 那么中年是什么矛盾呢 中年就是要去解决中年危机 你发现 人生的每年基本上都有他的 大家看 能搞初年是这样的一个境遇 在卸上一个体力 你的知识的一个悲心成果 已经不如其念了 在家庭里面 父母啊 小孩会长大 在婚姻关系里面 你们可能已经二转相互的时间 已经太长 相互之间的一种新鲜感 已经上市了 当然经营得好 他会一直一直新鲜感 所以我们会发现 事业家庭婚姻 他的压力全部集中在 中年 因此 中年他就需要有一个非常好的能力 是什么呢 创造力 因为人在面临很多压力的时候 面临危机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需要创造力 如果你能够创造性的去解决 各种压力和矛盾 那么你可能就可以成功的 很好的度过这个地方 一样事业 我在体育 我在知识 更新程度上 我不如年轻人 我选择做他们的主管 做他们的教练 因为我们的经验 比他们足 是不是 那么在事业和家庭上 你可能怎么样呢 不一定非得把你的事业和家庭 截然的分开 你甚至可以把二者结合起来 因为到了中年 你可能有经济能力 可以夫妻一起干事业 是有可能的 好了 然后呢 父母的问题 你们可能可以让子女和父母 在某种程度上相互支持一下 有可能是有帮助的 等等 这只是简单的这样去讲 总而言之 在这个阶段它需要有创造 那么大家知道了中年危机 有些时候你的人生的安排 也许也可以刻意的 避开一些矛盾 比如讲小孩 你可以要得早一些 如果有不可能 这样的话呢 怎么样呢 你的父母还没老的时候 刚好可以给你带小孩 这就毕灵了一个矛盾 如此等等 所以我们学系列学 很多时候 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 那么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 埃里克森认为 那就是老年期 老年期他面临的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矛盾就是 死亡 他马上可能要离开卢社 因此他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 他要获得一种完美感 要获得完美感 同时呢 去避免失望感 所以很多时候 如果我们自己到了老年 我们可能要去好好思考一下自己 还有哪些事情想做 好好地把它做一下 或者自己有老人 那你要支持他 去做自己的一些事情 也许在你看来 是多此一举 但对他的内心 但对他的内心可能是很重要的 他要获得一种完美感 所以呢 我们很多时候 要去了解这些 要关注我们的父母 比如讲他还想去做事情 发挥娱乐 你可能会觉得我们家庭不需要你去做事情啊 但可能对他来讲很重要 对他来讲很重要 到了人生这个阶段 你会发现 一开始你觉得人生太长 到了后呢 你发现人生太短 那么我希望我们的同学呢 到老年期呢 都有一个完美的老年 这是埃里克森 他对我们人生的自我的一个发展 他把它挂出给八个节奏 但其实呢 在我们中国也有一些文的 其实也对我们人生 他的一个自我的发展 做了一些总结 我们简单来看一下 比如讲 新一集他的采访是什么 就讲 少年不识词字味 爱上诚 爱上诚 为父亲识 抢说诚 这是我们的少年 但是呢 到了他当时写那首词的年龄呢 他说 儿经是尽 愁滋味 欲说害羞 欲说害羞 却到天凉 好喝丘 你们现在的心境是前者 是吧 当然我也还没到后者 这个人刚讲 这个人刚讲 觉得愚美 他说 少年听雨 割楼上 公主 昏罗上 很美 觉得很怯 这些人 放连听雨 刻舟中 江阔云堤 断焰 叫西风 就有点沧桑感 儿经听雨声如下 闭息心也 悲光离合 总无情 一任皆闲 点滴到天 到那个时候已经麻木了 听雨可能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 一任皆闲 点滴到天 再比如讲 顺带的长宗 心愿行思呢 他曾经提出过 参常有三重禁忌 其实人生的 他的一个自我的发展 是很相似的 他讲呢 参常之初 看山是山 看水是水 那么 常有故事呢 看山不是山 看水不是水 当然是呢 常常测误 看山人是山 看水人是水 真的举一个例子 比如讲你们很多时候 看你们的父母 小时候你会觉得你们父母很伟大 他们读的那么多 他们能做那么多 那是一个阶段 到了 你们这个阶段 可能你在否定 他有那么多毛病 他们的知识那么过 对吧 你跟他讲话 他听不懂 等等 发现他会有很多缺险 这时候就进入了父母 看山不是山 看水不是水 当时 当你落入魔这个年底阶段 你可能 就看山人是山 看水人是水 为什么呢 当你在社会当中 你经历了很多磨难以后 你发现做一些事情 非常的困难 而你的父母 其实他一辈子走来 他把那些事情做成功了 你会重新的发现 原来他很伟大 他很伟大 好 这是关于我们中国文人的一些 他的一个思想的介绍 供大家去了解 好 然后我们再来讲一下 奥尔波特 他的一个自我意识理论 奥尔波特呢 他跟阿里克森 他的考量不一样 他把自我的发展 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呢 就是生理自我阶段 再来后呢 是社会自我 最后是心理自我阶段 身理自我阶段呢 他主要是零到三岁 这个时候呢 他的一个行为的典型特征 就是以自我为中心 用自己的想法去解释外部的世界 同时呢 认为外部的世界 是为他而存在 这个时候他是一个 生理的一个自我 七 那么 为什么又是零到三岁呢 我们 刚才讲 那就是我们那个我 获得的那个标准 有他和没有他是不一样的 你们知道 自我意识的萌芽在什么阶段 什么开始你可以发现 小孩子知道自己跟外界的一个区别 我们很小的时候是分不清外界和自己的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东西可以吃 你咬一下 这东西能不能吃呢 不知道咬一下 所以有些时候 你把手指咬破了才知道 这东西不能咬 到了后来你才能够分得清 自己和外界的一个区别 大概在什么年龄呢 大概在八个月的样子 这个时候呢 你在小孩子的脑上点个红点 然后给他照见头 他就懂得 这个红点不是我 他就把他骂掉 这叫点红的实验 跟小孩子他不懂得 他能够直接地压自己的红点 他不懂得怎么样 那个红点是点在他自己的身上 或者你没有红点 把他头上换个脏东西 也是一样的 放一些树叶 你把他抱着镜子面前看 当他躲在八个东西取得的时候 就表示他已经有自我意识的一个方面了 好 这是题外话 奥尔波特呢认为 人生他自我的发展 第二个阶段是一个社会自我阶段 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呢 哪些东西他变成了我们的 自我活动的一个主要的内容呢 那就是社会的一个要求 我们通过幼儿园 反映成人他的一个生活的一些游戏活动 就是我们所谓的过家家 已经呢 在后续学校当中承担了一些 义务和责任 在这么一些活动 这么一些责任当中 我们完成了一定的社会化 从而呢 怎么样呢 获得了社会自我 最后一阶段 奥尔波特认为它是一个心理自我阶段 也就是主观观醒 这个阶段呢 主要是青春期到成人 因此呢你可以发现 奥尔波特认为 其实成了以后 我们的自我 怎么样呢 就基本稳定 那么在这个阶段呢 个体将前一阶段 我们从社会中吸取来的经验 进行一个独特 独特的 有自己特色的一个 综合加工 形成我们的一个自己的个性 也就是说这个阶段 我们是根据自己的一些 要求、愿望、理解 来做一个架构 好 这是奥尔波特的一个观点 我们再来看一下米德 他的一个自我意识的理论 我们信息学有两个米德 一个是乔治米德 一个是玛丽米德 那么这里我们讲的是乔治米德 像是米德呢 他认为自我 它跟两个东西有密切的关系 一个就是符号的掌握 我们有没有掌握语言符号 另外一个就是他人 另外一个就是他人 就是跟你交往的对象 所以呢 米德呢 他从符号互动论的一个角度 所谓的符号互动论 大家就可以粗浅的理解为 我们很多时候的互动 是以符号为媒介的 来阐释我们自我意识的发展 他认为呢 个体 他怎么样呢 如果脱离了别人 就不可能形成自我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时候 你要互动 你从互动当中发展自己 没有互动的对象行吗 不行 那么在这个互动过程当中呢 我们的个体 要借助 语言 因此也就是说 大家不要精细地去理解这种互动 你去读一个作者的 作品 你其实是不是在那互动呢 是的 你不要认为只有面的面 才是互动的 好也就是说 我们在互动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方方就需要 语言 需要语言 所以呢 很多时候 我们那一个他者的存在 以及语言符号的掌握 他对我们自我的发展 是有重要影响 他在句子 是划分出了 我们自我意识发展的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呢 就是一种原始的状态 这个时候呢 我们还没有掌握语言 不能借助符号 就是语言的理解 语言的传播 来模仿他人 那么你的模仿只能够是怎样的 一种无意识的模仿 比如讲 你小时候有没有穿过父母的拖鞋 穿过父母的衣服 那个阶段基本上就还处在无意识的模仿界 你看到父母他拖鞋 那人拖鞋拖鞋 他们拖鞋到时候跑 他其实那拖鞋跟你不合你的脚 好了 这个阶段呢 它主要是一种无意识的模仿 它缺乏怎么样呢 对意义的一个理解 你说能干嘛那样去做 它是不理解的 到了第二阶段以后呢 由于我们的个体 他已经掌握了语言符号 所以呢这个时候呢 他主要就是 通过模仿我们某个重要他人的言行 所以这里的模仿不是一种机械的模仿 他可能会模仿他背后的意图 他背后的一个品质 所以呢他这里 他的这个模仿是这个模仿 同时呢他模仿的对象 会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对象 这就是重要他人 人的一生可能会有很多重要他人 在你没有读书之前 可能是你的父母 在你读书以后 在小学比如讲 可能是你的老师 玩伴 到了后来 可能 是你的 朋友 玩伴和朋友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可能是你的 恋人 人的一生呢 他会 做这么多的一个模仿 都是在模仿我们的主要他人 但是 我们并不是永远在模仿 某一个人 到了后来第三个集团 我们的模仿 就可能是一种综合的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不再能够称之为 模仿 我们会把我们以前的那些最好的他人 对我们的要求 或者他们的一个品格 他们的行为方式 他们的一个做事风格 综合化 但是这个时候看 我们的他人还是存在的 只不过 这个时候不是有一个个例的对象 是我们终合来想象的一个对象 这个就叫一般他 或 犯化他 可以见到这个犯化他的存在呢 就是有些时候你想去做一些事情 你会发现 似乎背后有人在盯着你 其实根本没有那个人 那个人在跟你说话 你不能那样去做 你要做什么 其实那个时候 那个人就是你的一般他人 所以呢我们呢 一般他人呢是按照怎么样呢 我们以前的诸多重要他人终合起来 我们最后呢就是按照一般他人的期望 他们的一个要求 去生活 去规范自己 形成自我 使得自我能够为社会所接纳 好我们 我们 关于人格理论这一章就讲到这里